在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带 有一种植物它以其独特的 生存策略和令人惊叹的美丽 悄然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它就是Falkia Multiflower 薔薇火星人 这是一种多肉植物 以其庞大的快根繁茂的绿叶和黄绿色的花朵 展现出了非洲丛林的隐秘之美 Falkia Multiflower 薔薇火星人 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来自外太空的神秘使者 还有个别名叫蟒舌腾 简直哭到骨子里 它是家族陶可火星人属的一员 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 它的绞杀能力超强就像自然界的人者 当它变成一个大个体时 快根的直径长到约50厘米的大小 从快筋根的顶端长出一根粗壮的树枝 藤蔓从中生长出来 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旁边再高大的树也会变成它的爬藤架 它会与其他树木缠绕在一起将其绞杀 其总体高度可达约15米 从藤蔓的聚会中展开椭圆形至长圆形的大叶子 灰绿色 即使在幼年期中叶子也非常大 以至于快筋根在生长季节被隐藏起来 幼年的火星人属植物倾向于 在其他植物的阴凉下生长 这有助于它们在初期阶段避免直接的阳光照射 从而减少水分蒸发 随着植物的成熟 它们会发展出直立散乱或缠绕的气生精 这些精的生长模式和密度可能会因环境条件而有所不同 在干旱条件下 火星人会通过落叶和断织的方式来减少水分的损失 从而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此外叶子表面有轻微的毛发 如果缺乏阳光直射 颜色会变差 它也容易腐烂 所以要小心阳光 以便长出坚硬而紧密的植物 这或喜欢温暖和阳光 但又不能让阳光直射它的经部 不然它会受伤 生长季节要保持土壤湿润 但也能忍受干旱 它最怕的就是霜冻 要温度低于10摄氏度 它就会瑟瑟发抖 所以在冬天 我们得给它提供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它喜欢排水良好的土壤 富含有机制最好 如果想要收集它的果实和种子 那就得种植雌雄一株的植株 它的快根像个大土豆 叶子又大又漂亮 乌种加词Multi Flower的意思是多花 是拉丁语Multi加Flower的复合词 黄绿色的花朵虽然不大 但是数量众多花朵形状像细长的海星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这些花朵不仅美丽动人 还有着浓郁的香气 吸引着各种昆虫前来采蜜 但是要让它开花可不容易 得等到它长大成人才行 Falking Multi Flower强为火星人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的非洲大地上 作为一种多肉植物 它能够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生存下来 这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生存策略 它主要分布在东非地区 包括肯尼亚 坦桑尼亚 赞比亚 安格拉南部 纳米比亚北部 伯茨瓦那北部和莫桑比克等国家 Floor强为火星人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Falking Multi Flower强为火星人的生存策略是其成功的关键 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即通过快根储存水分和养分 快根是一种类似土豆的器官 能够在雨季吸收并储存大量的水分 以支持植物在干旱季节的生存 这种生存策略使得Falking Multi Flower强为 火星人能够在干旱的非洲大地上生存下来 除了快根储存水分外 Falking Multi Flower强为火星人还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 它可以通过种子繁殖 也可以通过快根繁殖 种子繁殖是通过蜂祸动物传播种子来实现的 而快根繁殖则是通过快根的分株来实现的 这种繁殖方式使得Falking Multi Flower强为 火星人能够迅速扩散 并占领更多的生存空间 强为火星人的适应性也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 它能够适应不同的土壤类型和气候条件 无论是在贫瘠的土壤中 还是在高温多湿的环境下 都能够茁壮成长 这种适应性使得Falking Multi Flower强为 火星人能够在非洲大陆的不同地区生存下来 火星人属植物的文化意义同样不容忽视 其名称Falking是为了纪念荷兰植物学家查尔斯福克 这不仅是对他科学贡献的认可 也是对他个人的纪念 而目前这个植物还活着作为可能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盆栽植物之一 其历史悠久见证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 顺便说一句Falking Multi Flora 蔷薇火星人的枝叶呈白色乳胶形状 但似乎有剧毒乳汁是制作建毒的重要成分 该属植物有毒含强心肝类物质 影响心脏会造成猝死 在纳米比亚乳汁放在食物中用作 形式犯罪或毒杀大型食肉动物 与同属的著名物种Falking Adeles 火星人具有不同的魅力 它全年都保持在阳光直射下 如果缺乏阳光 藤蔓和叶子就会生长并变得邋遢 花有时实用 地上部分药用 在当地的传统医学用途是治疗被痛的 但缺乏科学证据 从植物中获得的乳胶 用于掺甲橡胶固化剂 最后不得不说 蔷薇火星人是 一种充满神秘和魅力的植物 它以独特的生存策略 美丽的外表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成为非洲生态系统中的一颗璀璨民主 新的一个月快要到了 您是否渴望为家中增添一某生机 却苦于寻找理想的植物伙伴 那么快来桃子店 搜沙漠植物集市 与快赏直觉植物中心 无论您是热爱荒漠风情 还是热衷于与您气息 这你都能满足你挑剔的眼光 进店迹想丰厚的优惠 让你轻松拥有心仪的绿色宝贝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